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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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今天就快马嘉宾 好 下面这个三角函数 这个我们上次定义过 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性质是讲到第几条了 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了 上次讲到的性质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再稍微再叙述一下好了 所以这个定义 然后这个都是entire function 在平面上所有点都可以微分 并且呢 它的微分 sin的话就是cos cos的话就是sin 这个跟我们cos的话是-3 我们在十变数的时候是一样的 是吧 然后呢有一些其他简单的性质 例如说 sin是击函数 cos是偶函数 然后一些基本的 三角的那些基本的公式也都是对的 那这些计算都很简单了 所以我们都不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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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两个箱加的话 这个公式跟过去学的都一样的 然后有二倍角的公式也都一样的 所以就是把z1跟z2都让它等于z的话 就得到这一个 是吧 然后cos的话也有 然后呢 两者的平方和是等于1 也都是跟过去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不 这个验证都很简单 所以我们就不证 然后呢 sin的 也许我直接就算这个好了 如果我们要把sine跟cos的 时数跟虚数部分分别写出来的话 那是什么呢? 它的时数部分就是sinx 成cos hyperbolic y 那cosz的话也是可以把 时数部分虚数部分写出来 那这个 双区线函数 这边出现的这个 是事实上在微积分上也都有的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定义成是负数的情形 所以这个就是双区线函数的sine sine the hyperbolic of z 那这个定义呢 是跟这个三角函数稍微差一点 稍微不太一样 对 因为这个比较用的机会不是那么多了 不过基本上有一节特别讨论这个 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 所以这个对于任何的负数也都可以定义 你们在微积分的话 一般来讲是会定义 其中z是时数的时候 那方法也是这个样子 同样的公式 好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sine z跟cos z呢 利用这个定义 比如说sine z的话 然后这个cos 把z写成x加iy了 所以这边的z就是等于x加iy了 所以z如果放成x加iy的话 然后可以把它展开来 oiler的公式展开来 然后把时数部分放在一起 奇数部分放在一起 利用那个hyperbolic function 然后给分别写成这两部分 OK 那么有了这个式子呢 那就很容易可以算出来 如果是sine的 这个式上直接算也很容易算 或者利用这边这个式子算 如果是sine的z再conjugate 那你把这个conjugate 那这个是它时数部分 这是它虚数部分 所以conjugate这边插一个负号 所以左边的话就这边插一个负号 右边的话呢 你这x-iy了 x-iy的话 然后再利用这个式子 或者利用这边这个x-iy 就是x 然后y的话变成-y x-y 然后呢 利用那个数字再化解一下 可以证明左右相等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利用我们上里面讲的reflection principle 因为它在十数轴上 这个十数这个十数 这两个左右相等 所以利用那个reflection principle的话 所以相等 这个不管 这个都很简单的 那推荐道理 这个的conjugate的话 可以把它 conjugate把它搬进来 OK 类似的方法可以做 那么还有什么 OK sine跟cosine呢 都是跟 十数的时候是一样的 它在2π的时候呢 就还原到自己了 这个反正由定义也都可以很容易算了 或者你由这个式子算也很容易算了 z加2π 那个2π是加到十数部分了 所以只是x加2π y是没有改变 所以y这部分没变 这部分没变 这边加2π 这边加2π 所以还是跟原来的一样 对不对 所以sine跟cosine都是 2π是一个周期的 跟十变数的时候类似的 那tang的话 也是跟十变数一样 是π一个周期 那这个可能就另外要算一下 就是tang的当然就是这两者相除了 这两者相除 这边有个i相除 然后你把它什么π带进去算一下 OK 所以这个应该都蛮简单 然后利用这个十数部分 虚数部分 所以我可以取绝对值 sine z的绝对值 平方 平方呢 就等于十数部分 变成奇数部分的平方 然后呢 化简一下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也许我们这个算一下好了 就是说 这一个呢 左边这个呢 是本来呢 是本来呢 应该是 sine from x cos hyperbolic 平方 y 是吧 是吧 十数部分的平方 加上 虚数部分的平方 cos sine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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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项呢 你把它换成sine的hyperbolic平方 那这个sine跟cos的话 你这边可以很容易算出来呢 是cos 等于1加sine z 这个对z也都对的 所以也就是说 你这个平方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看 这些分子平方 中间这个两倍 是吧 然后这边是这个平方 然后怎么样 这边负两倍 然后这个 所以再加一的话 就变成正两倍了 是吧 所以这左右 这个很容易可以导出来 所以呢 cos hyperbolic平方呢 等于1加上sine hyperbolic平方 然后你把这个展开来算一下的话 这个就等于右手边了 是不是 这个大概要乘一下什么之类的 有一项消掉了 sine方x乘sine hyperbolic方 剪掉sine方xsine hyperbolic平方 这两个月掉 是吧 所以这个特别告诉我什么呢 sinez这个函数 负数的时候呢 它不是bundant 这个跟我们在十变数的时候 稍微不一样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吧 因为这一项的话 当然最多是1了 小一等于1嘛 是不是 这一项的话呢 那就要看这边了 这个z换成y嘛 换成实数 y-y y越大的话呢 这一项当局进行0了 是不是 那这一项 1的y的话 会去进五穷大了 是不是 所以也表示说 这一项会去进五穷大 是不是 所以呢 特别 这个呢 是unbounded的方向 在复数平面的话 它是没有键 会跑到五穷大去 它的绝对值 会跑到五穷大 这个是小1等于1 但这个呢 y如果是很大的话 会跑到五穷大去 类似的 cos的z的别类值的平方呢 是cos cos的x加上sine的hyperbolic平方的y 所以也是一样呢 这个负数 cos的这个 看着负数平面上的函数的话呢 它也是没有键 会跑到五穷大去 所以这个是跟在实数的时候不太一样 那么由这个呢 也都很容易可以导出来一些性质力度说 sinz的话 是大于等于sinx的绝对值 因为这个平方呢 当然大于等于这个平方了 因为这是正的嘛 是吧 那cosz的话 绝对值大于等于 这个是大于等于这个了 cosx的绝对值 sinz 还大于等于 它也大于等于这个平方 所以这个大于等于这个绝对值 cosz 也大于等于这个绝对值 另外呢 它又小于等于 cosz的还有玻璃 y 这个也是小于等于cosz的还有玻璃 y 这个怎么看呢 这个如果你要看这个的话也很简单了 不是吧 这个等于这个方等于这个方加这个方嘛 而这个是小于等于1的 是不是啊 这个小于等于1的 所以1加三方 hyperbolic的话就是cos hyperbolic 是不是啊 然后开根号的话 所以就是小于等于这个 是不是啊 所以就是由9的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这个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 好 这些就是啊 啊 十变数的时候呢 大致很类似 除了这个unbounded的这个性质以外 是负数才有的 那么它什么时候会等于0呢 就是跟在十变数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z呢 是等于nπ n是任何一个正负整数 cos什么时候是0呢 也是跟十变数的时候一样的 是n加二分之一π n也是同样的 ok 好 我们就稍微证明一下 例如说 证明一下这个好了 什么时候sin1等于0呢 sin1等于0的话 我们看它绝对词了 所以有9的话 从9 告诉我 sinx等于0 并且呢 就是 sine的 hepabolic y等于0 sine的hepabolic y呢 就是 2分之1的 1的y 减1的负y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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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于0是什么时候呢 那就是实数的时候等于0了 实数等于0的话 就是 这个量 所以就x等于nπ了 那这个等于0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等于0 这边等于0的话 那1分之1就不要管它了 就是这个了 那两边乘上1y的话 这个就是1y等于1y分之1了 所以也就是1的2y分之1了 那这个唯一的可能就是y要等于0了 那表示它的虚数部分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你把这两个综合起来的话 那就是z的实数部分是nπ了 虚数部分是0了 所以它在平面上会等于0的地方呢 就是在实数上会等于0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它在平面上呢 别的地方都不会是0了 唯一会0的话 就是还是在实数上这些 对不对 这个0了 π了 2π了 4π了 等等 这是它唯一会等于0的地方 其他的话都不会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跟实数的时候是类似的 所以呢 由这个的话又可以推出来 tangent z 就是sin除以cos 在哪里是analytic呢 因为除以cos cos不能为0的地方 是analytic 对不对 那cos是0的话就这些点了 所以你把这些点扣掉 对不对 所以就是所有的 n加1π 其中n是正负生数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除了这些点以外 也就是cos会等于0的地方 2分之π 2分之3π 2分之π 2分之π 2分之3π 2分之3π 等等 除了这些点以外 其他地方都是analytic 所以就利用说 它哪里会是0的地方 最后呢 那个oiler的公式呢 也可以把它稍微扩充一点 这个只是由 sin cos的定义 你把它带进去算一下 就出来了 是不是 如果我们过去用oiler公式的话 就是z是一个实数 1的i x等于cos x加i sin x 但是利用这个定义的话 事实上 x如果换成一个负数的话 也是对的 是不是 所以 其实大部分都是跟 十变数一样 唯一的不同的地方呢 就这个 如果负数的话 sin cos不是bunded 可以变成无穷大 其他的话 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这一节 赶快讲过去 那么下一节呢 是hyperbolic function 就不打三讲了 它的性质呢 跟这个三角函数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定义的话 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用的 平常用的机会比较少了 比三角函数机会来得少 性质呢 有很多 你把所有这边的性质 都可以换成这个 hyperbolic sin hyperbolic cos hyperbolic的话 都可以得到一些 对应的一些结果 跟这个不完全一样 但是呢 有定义的话 这个事实上 因为这个定义 比三角函数的定义 还要简单了 所以这个应该 验证的话是更简单 所以列出来的话 也有十几条了 那细节的话 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呢 我只勾一下习题 这个其实是 听课比较不重要的 这个是要自己做 才有才有感觉了 光听的话 也无所谓 听得懂听不懂 这个反正就是一些演算嘛 那因为这个双举线函数 平常用的时候呢 不是那么多 所以实际上 如果你需要的话 再回过头来查就是了 看你需要什么性质 到时候再来查就好了 对不对 最后这一节呢 第三章最后一节 就是反三角函数 跟 反双举线函数 反双举线函数 对 当这个双举线函数 我们只写了 三跟cos了 你还可以 一共也有六个了 是要tanent 叫cortensin的sign的cos的同龙有了 不过那个用的机会更少了 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写出来了 所以我们算一下 这个反三角函数 反三角函数的 我们写一下 这个sin inverse方形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多次函数 这是inverse sine方形 然后是inverse cosine方形 那么这个是 所以这些都是多次函数 这个多次函数 怎么会产生多次函数呢 有两个地方会产生 你可以看这个四值就晓得 一个多次函数呢 是这个log log的话 因为虚数部分就有nπ嘛 对不对 它本身就是 我这边是小写的log了 小写的l 那表示它是多次函数 是吧 那另外一个多次函数 产生的地方呢 在这里 正负 有两个 因为你开根号 开根号的话 这个当然就是 如果严格讲的话 就是把它换底嘛 是吧 我们前面有讲过了 换底 换成1的底 1的2分之1log 1减是一方 所以又有一个log 所以这边有一个log 这边你换底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log 那两个log都是会产生 这个多次的地方 那这个log呢 就产生两个字 因为开根号就是 多一个 就是正负两个字了 所以这个地方有两个字 这边呢 有无穷多个字 两个再综合起来 所以它是多次函数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也是类似的 这个多次的原因是因为 你这个log是一个多次的 这边呢 有个正负号 也是一个多次的 OK 那这个式子怎么来的呢 那课本上呢 有算这个 inverse sine的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就算一下 这个inverse cosine 这个方法其实都是类似的 在微积分收定也见过的 所以我们就导出来这个式子 所以呢 假设W呢 是这个inverse cosine的Z 那既然是inverse的话 那当然就表示说 cosine W等于Z了 那它反含数啊 那cosine W是什么呢 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定义 2分之1的1的IW 加上1的负IW 然后呢 你就是要解这个W 解出来的话 W就是这个式子了 W用Z来表 那你求反含数的话 就是这样子了 你把它反过来 你把它反过来 这边是Z用W表 我现在反过来 W又用Z表 要解这个 那这个说不定在微积分也都做过类似的问题 2吧 搬过去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通通乘上一个EIW 把这个消掉 所以就是E的 所以就乘上一个EIW 2IW 加这个话跟这个约调 加上等于2Z的EIW 所以这整个式子呢 乘上EIW EIW乘上这个式子 所以就得到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你左右搬动一下 可以写成 看成像EIW呢 看成一个变数 减去2倍C的EIW 再加1 你把EIW看成是一个单位 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 EIW的 这个变成EIW的一个二次方程式 你就可以利用二次方程式那个公式 把它解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呢 EIW呢 你把它看成一个单位 它的平方 减去2Z是它系数了 乘上这个加1 所以就是 2A A负B 正负根号 B方 减4AC 就是那个 解二次方程式的那个公式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把这个4可以抽出来 2分之1抽出来 2跟2约掉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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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跟这个有点像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要最后求出W来 对不对 求W来 所以就是IW的话 就是E的这个 就是反函数 就是Log了 对不对 然后再把I给担过来 I的话就I分之一 I分之一的话就是负I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再跟我所想要的呢 比较一下 负I 然后一个Z 那边稍微不太一样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 这边是E减Z方 那我这边是Z方减E 那边有一个负I嘛 负I开根号的话 就是I嘛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两个对调一下 多一个负I 然后开根号 那就是我所要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得到这个 这个W嘛 W就是我的 cos的inv之一嘛 对不对 所以就得到这个式子 所以这个方法呢 事实上在维基分也都有做过了 那类似的 课本上有做这个 sine inverse的这个函数 我们现在是做这个cosin inverse的这个 那其他的几个函数呢 也都可以做 例如说 所以这是 1 2 例如说 inverse的tangent 可以算出来呢 那这个都是多值函数了 因为这边有log嘛 log的话就是一个多值函数 它的虚数部分的话 要加上rnπi 所以这个做法都类似了 我就不仔细做了 所以这个是反三角函数了 那么反的这个双曲线函数的话 也是可以算的 那 等等 当然后三者的话 用的机会更少了 因为双区线函数本来就少用 双区线函数的话当然更少用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碰到的话 你只要去查书就是了 当然书上都有 所以不太需要说硬是要怎么记 不过这个导出的方法至少也知道 基本上的方法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个字上也没什么困难的了 就跟在微积分做的可能都类似的 最后我们再给一个例子算一下 sine inverse的负i是多少 当然你就把它带进去了 所以带进去的话是负i的log z带负i 所以负i再乘i的话就是正1了 正负1 减c方 那就是负i的平方了 负i平方的话就是负1了 负1再碰到一个负号 所以是加1了 所以这个就是1的正负更号2 但是这个表法还不是 这个不是实数 是不是 这个不是实数 所以我们这个负数写 尽量要把它实数部分是什么 虚数部分把它分开来写 这个本身还不是这种写法 这边虽然有个负i 但这个不是一个实数 这是一般的一个负数 所以我这个还要再把它分解一下 那这个会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东西 log的话 我们回到前面log的定义 这是一个多字函数 它的实数部分呢 就是取得回积分的这个log 的这个绝对值 这个绝对值呢 我们要分两个地方做了 一个是1加更2 一个是1减更2 所以1加更2的话就是 先这个的绝对值 那这个是正的了 所以就是1加更号2 加上i的角度 是不是 1加更号2是在正的方向上 在这里了 1加更号2了 角度的话就是零度了 零度的话但是你要加上2nπ了 是不是 n是0正复1等等 好 那就是log的1加更号2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log的1减更号2 那实数部分也是log的 这个的绝对值 但是1减更号2是负的了 所以绝对值是根号2减1 对不对 对不对 加i 1减更号2在哪里呢 是负的 所以是在这个地方 1减更号2 负的实数 所以角度呢 就是π或者是负π了 如果你取组值的话 就是π了 一般的话你负π也无所谓了 所以就是π再加上2nπ了 2n再这样变化 对不对 所以降化才能够实数部分 西数部分分开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你可以综合起来写 这个事实上综合起来写什么呢 所以这个负i 那你就观察到 这个当然你要 可以分两种状况来写了 正号的时候是一种 负号的时候一种 但是这个例子呢 刚好还可以再化解一下 怎么看呢 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1除以 1加更号2了 对不对了 就凑成了1加更号2 因为你把它盛起来的话 看下的是对的 然后log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边负1嘛 负1我又可以把它搬出来了 所以这负的 log的1加更号2 所以呢 这两样就可以合并起来 你怎么看呢 你看看 这边是什么 这个也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我现在只是说 要使它写得比较漂亮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不做这些的话 那就分两种情况嘛 这个或者这个嘛 写出来就比较不漂亮 对不对 这个的话你可以看成这个是什么 2人加1π 那你说这两个是怎么合并呢 其实也很简单 它的实数部分是这个 虚数部分是这个 对不对 这边是实数部分是这个 虚数部分是这个 那你看看这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这边事实上就是这个是偶数嘛 偶数的话前面系数是正1 对不对 这边这是基数 其他都一样嘛 这边基数前面是负1 所以呢 你把这两个就可以合并起来 可以写成呢 可以写成呢 log的前面呢 加一个负1的n 因为是基数偶数嘛 对不对 log的1加根号2 加上i的nπ n从012 0正复1 正复2 当然这个n已经不是那个n了 这个n就已经跟这个不是n 只是把这两个综合起来了 这个n是2n 如果是偶数的话 2n的话 那这边前面就是正号嘛 所以2n的时候呢 如果n是偶数的话 这边就是正号嘛 如果n是基数的话 那前面就是负号嘛 所以就把这两个式子呢 就可以合并成一个式子 就更简单一点 然后呢 最后呢 我把负i再乘进来 把实数部分 虚数部分 这个颠倒一下写 负i 所以这是nπ 减去 负的话跟这个负合并起来 负1的n加1 log的1加根号2的i i写在前面 这样子 对吧 对啊 负i乘到这边来 负i跟i的话 就乘起来就是1了 nπ 这个实数部分 虚数部分的话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这样写的话 就是最后把实数部分 虚数部分都分开来了 它的实数部分是这个量 虚数部分是这个量 当然它还是一个多子函数了 n可以是任何一个整数 正不整数都可以 所以如果是考一个小考考题的话 就说算这个量 然后我这边画一个空格 这边空格 你要填这个空格 它实数部分是什么 虚数部分是什么 那你就一定要坐到这边才行 坐到这边的话 还没有办法填这个空格了 对不对 考学校的话 他们最喜欢填充体的话 就是这样出发的 对不对 那一定要你把这个答案 这样算出来 实数部分 虚数部分 分开来线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完了 好 这个所以前面三章 前面三章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基本上呢 只是把我们在各位在维基分 或者是高中数学 就已经知道东西了 那个实变数把它变成负变数 唯一比较新的东西 就是第二章里面讲的 Cauch-Riemann Equation 还有Laplace Equation 这些东西 其他的都很简单 真正的开始的是 从第四章才开始 我们要讲这个积分 那么前面的几个section呢 其实也都是跟维基分高位 类似的 所以也是基本上复习 所以我们也是很快地这样过去 主要的是在中间以后才有 好 那么我们要表示这个曲线 我们要这个积分都是线积分 因为你在平面上积 是一个线积分 所以我们定义那个线积分 线积分的话 你要定一个曲线 曲线的话有参数表法 所以我们现在定义这个参数表法 所以一般我们就固定一个interval 区间假定说ab好了 在实数上的 然后一个函数 从这个interval对应到负数平面 所以这个 看图的话是这样子了 这个就是i了 然后有一个函数w对应到负数平面 它的w平面 所以叫uv 然后这个对应过去就一条曲线了 以这个作为参数的曲线了 所以也许是 这个就是wA这一点了 七点 如果这个参数从A跑到B的话 这个曲线就跟着跑了 从wA跑到wB 所以这是它的曲线的参数表吧 所以36节 就是这个维分 讲这个derivative 这个是因为是单变数函数了 只是对应过去的话是负数 变数是还是单变数 所以维分基本都很简单了 就是个别维的 所以我们就把w写成 例如说是t的话 所以这边t在这里了 t从A跑到B嘛 写成ut加ivt 所以每一点的话 t在这边跑的话 支援任何一点的话 这个就是wt了 也就是ut加i的vt了 所以ut就是x座标 vt就是它的y座标 那么它的维分的话 就是个别维分就好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 这个并不是负数维分了 这只是实数的维分了 因为这十变数嘛 所以这个跟微积分的那个维分 是几乎是一样的 这样子 那基本的这些性质呢 也都有 你说加减乘除这些都可以做 OK 所以我们这些性质一律都跳过去了 课文上有证一些东西 因为它是假设 微积分的准备不够 不过呢 以各位的水准的话 这个交大的高抬升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都跳过去了 唯一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平均值定理并不成立 好 我们回忆一下什么是平均值定理 意思就是说呢 假定呢 w是在 这个区间 ab上连续 并且呢 在这个里面呢 是可为分 那么呢 不一定 可以找到 期间的一个点 使得 wb-wa呢 是等于 w'c 乘上b-a 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呢 那就是平均值定理了 在 十变数的话 是有一个 这个平均值定理 但是这个 负数值的函数的话 这个平均值定理呢 并不成立 例子很简单 那t是在哪里呢 t从0到2π 所以就是 圆上转一圈就是了 是不是 那这个 为什么这个不成立呢 你看 这个w的2π 那这个就是1-1了 4等于0 所以左手边的话 就是0了 对不对 那右手边呢 因为你这个微分的话 是什么呢 这微分就普通的微分了 i c了 带那个 t用c带 是吧 乘上2π了 而这个是不等于0的 对不对 2π乘上i 乘上1的ic 这个是不等于0的 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c 不可能存在这样的c 在0的2π之间 使得这个平均值定理成立 OK 所以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说 平均值定理并不成立 好 这就是36节 我们就很快过去了 只是微分而已 是吧 就跟微积分的时候 类似的 好 37节 积分 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函数 做积分的话 就是个别积就是了 这个都很简单的 因为这个变数是十变数 所以怎么做都很简单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你把它十数不分 虚数不分 分别积分就是了 那么它的一些基本的性质 好 第一个是有定义就可以看出来了 你想想看这个积分算出来当是一个负数了 所以它的时数部分 是什么呢 那你由这个定义看 这个就是它时数部分了 这个就是它虚数部分了 因为UV都是时数嘛 时数积分还是时数嘛 是不是啊 所以积分的时数部分呢 就是什么了 就是这个东西 那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时数部分的积分 因为这个U呢 U就是W的时数部分了 所以就等于说算时数的话 你可以把它搬进来算 这本来就是因为时数部分 本来就是线性组合嘛 所以本来就可以相测 那虚数部分的话也是一样 好 这个就定义就可以看出来 那一般的性质的话也都有了 我就不写了 做线性组合 加减称除这些 不是 加减这些都可以 那有一个呢 维积分基本定理 说呢 线维分再积分 当然维积分基本定理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线维分再积分 一个是线积分再维分 但我们这边用到的只是线维分再积分 就是说呢 如果是 它叫continuously differentiable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可维分 可维分 并且呢 维分的结果呢 还是连续 这叫continuously differentiable 这个跟维积分的用法是一样的 就是说它是可维分 维分以后的这两个呢 都还是连续的 那需要这个 假设之后呢 那维积分基本定理说呢 你线维再积 就还原做原来的函数 前后差 这个当然就把时数部分 七数部分分开来 两个部分都可以用 维积分基本定理 然后再合并起来 就得到了 OK 好 最后呢 我们只证明一个 就是这一个 绝对值的话 先积分再绝对值 如果你把绝对值搬到里面的话 会比较大 这个当然你在 这个当然你在 维积分的话也有过类似的 不等次 OK 那现在是负数 需要稍微证明一下 这个证明其实也不难了 分两种情况 如果呢 如果呢 左边这个是 零的话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因为左边如果是零的话 零当然 因为这个是正的嘛 绝对值是正的 再积分的话 当然是正的吧 是吧 所以如果左边是零的话 当然是成立的 所以我可以假设呢 这个呢 不等于零 为什么要不等于零呢 因为不等于零 才能够取极坐标了 是不是 如果等于零的话 你的角度就没办法定了 所以呢 我假设它的极坐标是什么呢 R1的I θ 因为你这个 积出来的是一个负数 整个的积分积出来 是一个负数 所以它有非零的负数 所以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有一个极坐标 好 然后 所以我要算的这个呢 是这个积分的绝对值 是吧 积分绝对值 积分绝对值是什么 按照我的假设 积分绝对值就是R了 那极坐标的这个R嘛 也就是呢 我可以把这R是什么呢 我把Ei θ搬到那边去 也就是E的负i θ 然后呢 我可以把这个 这个是一个定数嘛 所以把它搬进来 所以这样你本来因为 你有一个绝对值 证明东西不方便了 因为绝对值 如果你把实数部分 这个是X方Y方什么 两个东西嘛 是吧 不太方便 所以呢 我现在就利用这种方法呢 把绝对值符号去掉 所以你从这边到这边来看的话 有一个绝对值 到这里的话就没有绝对值了 是吧 但是你要稍微付出一点代价了 就是说呢 你这边就多了一个E的负i θ这种东西 好处的话就是说 你就没有绝对值了 好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子呢 这个东西的话是 我说呢 这个又等于 因为这个是实数嘛 这个看起来有负数 但实际上它等于R嘛 所以这个数呢 它是等于R嘛 所以实际上就等于 它的实数部分是一样的了 因为这个数看起来 好像有一个I啊什么 以为是负数 但实际上它等于R R是一个实数嘛 所以这个数 这个框 这个格子里面事实上是一个实数了 实数当然等于它的实数部分 是一样的嘛 那我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实数部分 外面取实数部分 可以搬到里面来取实数部分 好 我到目前为止的时候还是等 我下面要变成不等 不等好了 那这个东西呢 你看它里面这个实数部分 这是一个数的实数部分 当然是小于等于它的绝对值了 是不是 实数部分小于等于它的绝对值嘛 所以积分的话 也会小于等于它的积分 那一负i theta呢 在绝对值里面 你把它搬进来就 根本就没有了 那绝对值翻是一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的话就就是 所以就生完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稍微有点技巧 就是利用极坐标的方法 从外面取实数部分 变成里面取实数部分 然后里面的实数部分 小一点 它绝对值 然后再积分 所以就得到我们所需要的 OK 好 然后 这个CT了 38点呢 只是讲这个参数表把的这个 我们所要 要积的话 就是所谓在Countour上做积分了 所以这只是一些定义 所以我很快的给一下 这个都不需要 所以我们用这个用Z来表示 T在AB 所以表示说什么呢 图形的话就讲 这边是AB 这里有一个T 然后有一个Z ZT XY 所以这个就是曲线的参数表法 我们给一些定义 这个都很快的讲一下 这个没有什么 我们说这个 假如用C来表示好了 C表示这个曲线 Countour 所以用C表示 我们说呢 C是一个 ARC 如果说 这个参数表把里面呢 XT跟YT呢 都是连续函数 这是一件名词了 每本书的用法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这本书的用法是这样子 我们说这个参数表把 这个曲线的参数表把 假定是用ZT这样表出来的话 我们说它是一个ARC 如果这个时数部分 虚数部分都是连续函数 我们说它是一个simpleARC 如果它是 这个Mapping呢 是弯弯 有的叫做Jordan Arc 如果它是一个ARC 如果它是一个ARC 并且呢 它是弯弯 弯弯的意思就是说 不同点的话 在AB里面不同点的话 则对应过去的话也不同 那在图形上讲的话呢 就是不会自己交叉的意思了 所以如果说 你这个曲线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一个 不是simple了 因为在T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跟转到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是同一点嘛 就不符合这个条件了 所以这个就不是simple的ARC 我们说它是simpleClosedARC 如果说是simpleClosed的话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simpleClosed 那就是说起点跟中点是同一点了 就是CA等于CB 但是其他点呢都不会交叉 那就是simpleClosed simple就是说除了起点和中点是同一点以外 其他点都是不会交叉 所以叫simple的 所以叫simpleClosed的话就是说起点重点是重叠 其他点的话 如果是不同的话 那它是不等 那这个例子我们到下面实际算积分的时候 再来给它因为这个只是讲这个曲线的参数表吧 跟你们在微积分写的都类似 那我们说它是一个differentiableARC 如果它的微积分存在 这个AB上 那它是一个 smoothARC 如果它是differentiable 并且呢 对不起 应该存在并且连续 这个反正只是定义了 所以这个可微分 微分以后呢还要连续 就是微分以后的结果还要连续 叫differentiableARC 那个图形上表示就说它是圆滑的了 smoothARC 可微分ARC 这个smoothARC是说除了这样子以外 除了这些条件以外 并且呢 并且呢 它的微分是不等于零的 那为什么要微分不等于零呢 因为主要是要有一个切向量 这个在微积分也都有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smoothARC的话 那你考虑这个单位切向量 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微分 除以它的长度 那微分不等于零化才能够 所以这个长度就是单位切向量 所以就是每一点的话 都有一个单位切向量 并且呢 还可以算上ARC Lens 它的长度 这个公式也都是跟微积分手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切向量的绝对值的积分 好 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刚刚这个smoothARC就是说 微分不等于零的 如果物理意义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在 就是说它不能是静止不动的意思了 就是你在这个曲线上走的时候 或者前进或者后退什么 不能说是停下来 停下来的话 一本有点就是微分会等于零的意思了 然后例如说 T是在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曲线呢 就是Y坐标 就是它虚数部分是2了 实数部分的话 是介于负1到1之间 所以就是在哪里呢 这里跑了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你要这边画的话 就负1到1之间 这个ZT 它就从这一点 跑到这一点嘛 是吧 所以这一点就是 1加2I 这一点是负1加2I 那你可以算这个 微分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 那在0了一点的话 就是等于0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不是Smooth 如果这个曲线叫做C的话 C就是不是一个 它是可为分 但是不是Smooth 它是C是Differentiable Arc 但是呢 不是Smooth Arc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说 你在这个走的时候呢 走到0的地方呢 走到中间点的时候 就有点速度就停下来了 微分等于0嘛 是吧 从这边走到 本来比较快 到这边的话越来越慢 到这边0又停下来了 然后再继续走下去 所以在这一点的话 就没办法算这个切向量了 切向量就是0了 就没有单位切向量了 是吧 其他点的话都可以算 单位切向量 好 这个只是定义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实际要 积分的话 是所谓的Contour 这是我们实际要积的曲线 这个是什么呢 简单的话就是piecewise smooth smooth arc 例子的话 就是它不是smooth 但是呢 不smooth的地方呢 最多只有有限的点 所以piecewise的话 就是只有有限的地方 不是smooth 其他地方都是smooth 所以像这样的曲线 它有折线 像这个地方 这些点的话 都不是smooth点了 它不能微分 这个切线只有两条 这边切线 这边切线只有两条 所以不可微分 切线不存在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我们主要要做 是要在这个上面积分了 积分的话 你还是可以积的 在这上面 因为你可以切成有限块 这一段积 加这一段积 再加这一段积 再加这一段积 所以如果只要是 分成有限块的话 你每一块上可以积分 最后再把它加起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我们在 还是容许的 所以像这种例子都是 或者一个什么 一个多边形 也都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 这个都是contour了 所以要积的话 我们当时应该 这种应该是可以积的 最后一个定义就是 simple closed contour 所以这个例子的话 大概就是这个了 这是closed contour这个是因为有限段 有限个点不能尾分 其他大部分都可尾分的 然后closed的 因为它封闭的 回到原点 simple就是说 除了起点中点是重叠以外 其他点都不会自己相交 所以simple的意思 跟前面一样 除了起点跟中点 是同一点以外 其他的点都不自己相交 closed的就是封闭的 contour就是说 可以分成有限块 每一块上都是可为分 为分的结果是连续 并且为分不等于0 是吧 就是smooth curve 所以基本条件就是说 第一个是可为分 要存在 第二个连续 第二个 这个不等于0 在有限块上 这是我们后面要积分的曲线 好 这个习题 好 下面我们就要来实际做积分了 这个积分呢 也就是各位在微积分学过的线积分 我们这本书呢 我们这边叫做 contour integral 所以在一个曲线上积分 在一个contour上积分 contour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了 可为分 它可以分成有限块 每一块上面是可为分 为分结果是连续 并且为分是不等于0 这样就是contour 所以呢 假设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contour 所以这个是一个contour 这样子 也许有限个点 有转折的地方 但是呢 对我们积分的话就没有影响 所以我们先是有一个这个contour 一个曲线 有一个参数表把 把它表出来 然后呢 有一个函数 函数呢 就定义在这个曲线上 所以这边 这个是曲线了 这个是参数空间嘛 对应到这个曲线了 然后呢 你函数呢 是定义在这个曲线上 对应到这个负数 这个是W空间 这边是Z空间 对吧 这边是Z空间 所以呢 第一个先有contour 有一条曲线 然后有一个函数 那如果实数部分 虚数部分写出来 那我们要求呢 它也是piecewise 可以分成有限块 的连续就好了 定义在C上面 所以就这个样子 好 定义在C上面 并且可以再分成有限块 每一块上都是连续的 好 然后就可以定义这个积分了 就是大家在 微积分所学过的线积分了 我们这边叫做 Countour Integore 是什么呢 那你就把参数表把 把它带进去 所以先把这个曲线呢 这个C这个曲线呢 参数表把写出来之后 把它带进来 F的Z就用这个带了 Z就用ZT带了 因为它在那个曲线上嘛 然后DZ的话 就这部分呢 就是Z'T的 所以这个积分呢 实际上是一个 单变数的时数的积分了 T是在A到B之间跑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把这个合成 然后什么DZ的话 换成Z'TTT了 所以就 那这个积分呢 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假设 它是piecewise continuous 为什么要假设它是contour 这个就是为了保证说 这个积分存在了 因为你可以把它这边 分成有限 这边也分成有限 F这个piecewise 可以分成有限块 这边的A B 这个也分成有限块 每一块上呢 都是这边是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 然后这边是 微分之后又是连续 所以连续乘连续 整个是连续 连续的话就可积分了 这个从微积分来的 OK 好 那这个又有很多不同的表法 比如说你也可以这样写 我再把它的时速部分 趋速部分再写出来 所以这边 FZ呢 F的话就是UXY了 U的XTYT加上I的B的XTYT 我只是把F用换成U加IB嘛 其中XY呢 就用ZT那个带了 XYT加IYT了 然后Z'T呢 就把那微分了 所以DOTX'T加IY'T DT 所以实际做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 大概要下一次上一个 实际给例子 好 所以如果把它带进去 实际带进去的话 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呢 你也可以 我为了简单解析 我把T都删掉了 所以把它稍微减略一点 所以也可以写成A B 把它乘起来嘛 就是这个东西加这个 乘这个乘这个 所以就是U的X' 减去V的Y' Y'加上I'加上Y' y' dt 你把它统统撑起来 实数部分 虚数部分 把它凑在一起 或者有时候更简单一点写 也可以写成这样 所以这是不同的表法 也可以写成 在c上又还原回去了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u的 假定我把dx的话 写成x' dt dy的话看成是y' dt 反正这个就是莱布尼茨的符号 只是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x' dt就像dx了 所以这个就可以变成u的dx 减去v的dy 加上i的 就把c这个再分开来的话 c的v的dx加上u的dy 所以也可以这样写了 就是x' dt就看成dx y' dt看成dy等等 这个当然合并起来的话 又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标法不同而已 u加id dx加id 因为你把这个展开来的话 盛开来就是这个东西了 所以讲了这么多 这个又回到原先的了 所以当你实际要算的时候 是要从这边算的了 从中间这个算的 前后的符号只是说 让你比较方便一点 f是u加ib 所以dz的话 看成是dx加idy了 所以你就两者对照的话 你可以把dz就看成是dx加idy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这个回到原先的话 直接这样带的话 其实都是一样的了 这样子带的话 如果c是一个contour的话 我们的负c就表示 反过来走 对不对 负c的话 就是把原来的这个c 本来这个方向 我现在要反过来走 所以这个的话就表示负c 并不是说加一个负号了 而是说反过来走 反过来走的区间的话 你可以参数表法 什么表呢 所以参数的表法 可以是用wt等于z的 其中呢 b是从负b到负a 你想想看 如果t等于负b的话 起点是负b的 负b是比较小 b是比较大 所以负b比较小 t如果起点是负b的话 带进来的话就zb了 所以起点就是zb了 所以就z点了 这是起点了 所以这个就是w的负b了 然后就走到中点的话 就是w的负a嘛 负a的话就是za嘛 按照我们的共识 所以负c的反过来走的 那个参数表法呢 就是可以这样子表法 这当参数表不是唯一的了 你也可以找你 对你最方便的那种表的方法 然后如果有 所以这个性质呢 就是说 如果是沿着这个负c的积分的话 跟原来的沿着c的积分的话 会差一个负号 这个可能在微积分其实也都见过的 所以我们就不验证了 反正就把它左右都按照定义带进去 负c呢 你就用这个参数表法 用w的这个参数表法带进去 然后会差一个负号 另外第二个性质是说 如果你这边有一个曲线 是c1 然后呢 到终点之后呢 再接另外一个c2的话 那你把这个串起来的这个曲线呢 我们叫c1加c2 那这个当然你参数表法也可以写 我们就不做了 那可以也很容易验证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先走c1再走c2的这个积分呢 就会是c1的积分跟c2的积分 这个在很多场合微积分的高位都有过 然后 这个c1的指 rätt c1c2的很多 锁dıhhhh 他的值呢 跟这个这个曲线的这个 alt 在这个刃权的这个参数表法是无关的 这个大家其实也 因为一个曲线 有无穷多种参数表法了 你只要方向保持一定的话 你不能反过来 反过来的话 就会插一个负号了 反得走的话 我会插一个负号 如果是有不同的参数表法的话 那么不管哪一种参数表法 最后它的积分 表法也许不同 但是参数最后积分出来的值是一样的 这个其实跟高位上也都有 我们就不做 最后一个性质 如果F是 它的值不超过M的话 这个值为了将来我们要估计积分的大小 所以如果F的值是不超过M 然后呢 这个Countour的长度是L的话 那这个结论呢 就是说你这个积分呢 在它上面的积分的话 就不超过L乘M 这个就是为了估计这个积分的大小 这个其实也是看起来蛮自然的 这个如果证明的话 就是说这样子 这个积分是什么呢 那我就把这个Countour的这个参数表 把假设找到了 那这个积分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了 就是这个积分就是A的B的U的F的Zt 就是这个定义了 我们刚刚看到了 先积分再绝对值 你可以把绝对值搬进来的话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小A等于 那前面这个量不超过M 因为你看T如果在A到B之间跑的话 T在A到B之间跑的话 那么ZT就在C上跑了 所以这个在C上跑 那F在C上的值不超过M 所以这个M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它搬出来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它弧长 就是L了 所以这个就是M乘L了 所以这个后面会有一些例子 是要估计这个积分的大小 这个在将来会碰到的 要估计积分的大小 那么基本上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函数的大小 不超过M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弧长的长度 其实一个就是横的部分了 一个就是直的部分了 一个是函数不超过M 弧长不超过L 那么这个积分就不超过L乘L 基本上就这样子 好 那么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赶快给一些历史 所以这个讲了 这一大堆都是定义的 其实定义在将来 实际算的时候 你主要是要算那个例子的 那这个公式呢 也可以写成另外一个公式 另外一个公式 另外一个写法就是说 这个也是为了有着方便起见 我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事实上就是说 你其实就这个东西了 你把绝对纸搬起来 这个东西小于等于这个 这是定义嘛 这个小于等于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 这个符号的意思了 你把它带进来的话 参数如果带进去的话 这个参数带进来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是符号的方便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个弧长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了 C的弧长 就是如果你把参数带进来的话 就是Z'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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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例子 第一个例子 我要算函数是G方 C是什么呢 C是从原点到这一点 这是什么呢 这是2加 这是I的 2加I的这一点的直线 这是我的C 从原点到2加I这一点的直线 是我的C 那我现在要算这个东西 那你怎么算呢 那就是把这个C找出它的参数表 以C的参数表法是什么 那第一个当然你看这条线是什么线 如果用XY坐标的话 它经过原点 经过这一点 这一点你可以看成21的话 这一点的话 经过原点的 所以就是Y-22 所以这条线的话就是 X等于2Y这条线嘛 所以你要用参数表 那这个参数有很多种方法了 如果一种的话以Y为参数 Y作为你的T 那X的话就是2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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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用四沙把了 Y如果是T的话 X就是2T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让T这个参数 就等于Y了 那X的话就是2T嘛 那T的范围在哪里呢 它的参数空间是什么呢 就是Y的范围 Y的范围就是0到1嘛 所以就看这个 就用四沙把就可以看出来 你把那个方程式写出来 解析几何的方法 写出那个X加2Y 如果你用Y作为你的参数的话 X就是2β的参数 X就是2T Y就是T 所以ZT的话就是2T加IT了 T的这个参数空间范围 就是Y的范围 Y的范围就从0到1嘛 所以这个参数表把就有了 好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I1的话就可以写出来了 所以0到1 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公式了 从0到1 然后把它带进来 Z呢 平方把它带进来 带进去 是不是 带进来 然后这个Z'的T 要把它围分 乘上 这个围分 就是2加上I 然后DT 是不是 所以我就完全是照这个式子来做的 Z'T DT 然后剩下的积分的话 就很简单了 你把它画简单 什么之类的 这个是4T方 加上4T方的I 减去 西方 乘上2加I DT 然后把它展开来 时速部分 虚数部分 分别积分 等等等等 我就不错了 是不是 通通把它展开 然后时速部分 这个就是可以化简了 是吧 四地方 减梯方 可以化简 时速部分 虚数部分 然后分别积分 然后合并起来 OK 所以最后得到的结果呢 是3分之2 加3分之41I 所以这个当然只是一种方法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一个曲线 有很多参数表法了 所以我刚才呢 参数呢 是取成Y 当然你说我不要取成Y 可不可以呢 也是可以的 例如说 我用X作为参数 如果我让X作为我的参数的话 那这边的话就是X的话 就是T嘛 那Y是什么呢 Y的话 因为它满足这个方程式 Y是2分之X了 也就是2分之T了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X的话就是T 这边的话是2分之T 那参数空间呢 T就是我X的 X从哪里到哪里 X从0到2了 就不再是0到1了 是不是 所以这参数空间就0到2 所以呢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参数表法了 就刚才呢 稍微不一样 这个就 你要用哪一种参数表法 我们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希望这个式子不要太复杂 最简单的形式 把它表示出来 像积分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呢 这个实际积分的话 这边变成02 对不对 这边的话T加上2分之T 加着微分 那这边就是1 加上2分之1 那这个做出来的话 应该是跟刚才是一样的了 只是差一个变数变换而已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算出来结果等等等 答案应该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刚刚这边 插掉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积分的值呢 不会因为你的参数的表法的不同 而有不同 你不同的参数表法 但是呢 算出来积分值最后算出来一样 中间也许这个式子是不一样 最后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 同样利用这个例子 我如果换一条曲线 假定我的C呢 是这个曲线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piecewise contour了 刚才那个是一个 contour 所有都是可为分 都有切向量都不等于0等等 如果我是这样走 这是我的C 假定叫C1的话 先走横的再走直的 那这一点就不可为分了 所以就piecewise contour 是吧 piecewise smooth 刚才那个是smooth 这个是piecewise smooth 也是一个contour 好 那我们对这个例子的话 也来做一下它的积分 那这样的话它就有两段了 这个还是叫C好了 对不起 这一段叫C1 这一段叫C2 好 那我就要必须找到参数标法了 C2的参数标法 那这个呢就是y等于0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zt 那就是x作为我的参数了 x在那边横的跑 对不对 所以x作为我的参数 就是t y的话就是0了 所以就这个 然后t呢 参数空间 从0到2 所以这就是c1的参数标法 对不对 然后c2的参数标法 是直的了 直的话就是x等于2了 那么y作为我的参数 参数在哪里呢 从0跑到1 所以我现在如果是对 c1加c2来做我的积分的话呢 我就分两段 c1一段 c2一段 那c1的话就把c1都带进去 所以就是0到2 然后带进去 所以t方 再乘上它的微分 就是1 那就是dt c2的积分呢 就是0到1 这是参数空间 然后把这个东西带进去 所以2加it的平方 乘上它的微分 这个微分呢 就是i的 dt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先横的走 再直的走的话 就是分两段来积了 你把它参数表法分别找到 然后带进去 按照这个定义 这样带进去 然后这个呢 剩下就运算了 等等 最后呢 答案应该是跟那个一样的 那这个会跟它一样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那个 Kauchy定理 主要就是函数呢 是analytic Z方是analytic 在它所包夹的这个区域 整个是analytic 所以呢 不管是哪一个区线的话 积分出来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积分比较麻烦 你就换一个简单的区线来积分 就比较简单 这个Kauchy定理 就是负变最重要的一个定理 我们后面将来一大堆Kauchy的定理 有这个Kauchy 那个Kauchy 什么各种的Kauchy定理 这个将来就是要用在这个地方 好 那今天就上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